原任巫统巴西沙勒国会议员达祖丁早前指控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在担任西蒙财政部部长时 把财政部办公室装饰成华人庙宇 而且还排挤马来官员 对此林冠英今天召开集的会表示 他将会起诉达祖丁诽谤 林冠英也解释 在财政部办公室挂灯笼 只是配合当时的华人农历新年 这跟开斋节挂马来纵装饰品一样 很疲弱的太难把监装 很多外国人已经前面 但是我们未必还是 说宪弃天 而成桥以后 在这种状况 这就是这种状况 如果你能够莲莲莲莲莲 以及最后才会 尬过之以言 我们希望可以莲莲莲莲莲莲 那是最多的 但以此,我们将会放在网络的网络和网络 这些很危险的证据 这些很危险的状态 这些状态的状态 这些状态的状态 这些状态